从全球的角度来讲 美联储的这次加息 是最近这二三十年来最严厉的一次 而且现在属于加息的前半截 还没有进入呢这个宗城 这个是前半截 那么因为呢六月份的加息呢是75厘米的 这是二十八年以来呢最严厉的一个加息了 现在美联储的一些旅士 还在讲七月份还是要75厘米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一次 这个加息呢是采取激进的手法 现在呢加息呢是处在一个加速加息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 包括早上的时候呢我也特别讲了 这个风险呢是不能交利空出境的 它就是利空呢在兑现 而且呢在打名牌 现在是进入一个名牌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上周五呢为什么原油终于走弱了 原油的走弱呢是极不情愿的 我们看在前段时间呢美元走强的时候 它一直呢维持在一百二十美金上下 非常的坚持随后呢美股呢走弱了 这类资产呢开始走弱 包括呢比特币这些呢在走弱 那么它也就是且战且退 做出的是一种抵抗的一个状况 那么一直呢到上周五呢才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度的下缩 我之前呢有讲过原油 对吧 我说圈内的朋友 挣个八斤 体制内的行家 跟我讲说 他们看高 看得非常高 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呢 在流动性收紧 像美联储这么一个收紧的一个背景之下 在加拿大上呢经济呢肯定要受影响 需求呢肯定上不来 那么单凭地缘政治 或者各怀鬼态 要把这个原油的价格长时间 维持在历史天下去 我觉得是挺难的 看九十年代 最后还是被打下去的 九十年代被打下去那位置才多高啊 对吧 四十多美金 现在一百二十美金 是当时的三倍高 要守住其实是挺难的 所以呢我们看上周五呢 出现了这个跳水的走势 那么现在很清楚 美联储呢在海外市场大类资产当中 是已经是威风凛凛的了 对吧 原油最坚挺跳了 那比特地币呢都跌成狗了 比特地币呢之前我也警告过 就是像我们中国呢开始收集 不让它正式交易 这是第一个收紧的信号 这次呢是不一样 这次是欧美联储 再加上美联储 这么一个加息 直接打中的就比特币的摇行 所以呢比特币这次呢跌下来 也是极其的凶险 我觉得还不能够去判断 它的底部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底部呢不要猜 这个底部呢也不要堵 因为这个历史呢总会有一些 让人大跌眼睛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呢是不要猜不要堵 比较的好 就是我们讲 这个美联储这次的加息 激进的加息里头 除了说要抑制通胀以外 我们再大胆的想一想 有没有试着打一下金融战 这样一个算盘 就借着呢控制够高的通胀 顺便呢测试一下全球的流动性 测试一下呢各个大经济板块 抗冲击的能力 我觉得是不排除的 因为要测试呢 你就必须有一定的力道 你必须有力道 你才能够测试出来 要有冲击力 你看水滴是穿 那可能要牵你 但是呢水 如果在高压子下呢 这个冲击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一定要有力道 这是我们对今天市场的第一个判断 今天这个走势呢是 正常的部分 就是大势所趋的那个部分 体现在呢上游资源瓶的 大幅度的下跌 包括煤炭 包括石油裁掘 还有呢附属的化工等等这些 这是属于顺势的 大势所趋 没办法出现了调整 至于说风光炼的这种操作 有多大的合理性 这个呢显然是人子见人 自子见子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见走偏锋的这部分 这种炒作 基于什么理由 这种炒作能够炒到什么程度 这种炒作呢到什么时候 才会受到 干明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呢这种炒作呢是异常的 这种炒作呢是缺乏坚实了 这种因素的 这个呢 现在是可以给出判断的 سے炒作呢 下炒作呢 这是炒作呢